這個 哪一個人最高 那所以關鍵的地方就是哪一個人最高的那個人的 身高跟那個人 那我要怎麼知道最高的是誰 所以這部分的話當然你要用比的啦 OK 大概有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說什麼 用那個 回圈裡面做邏輯判斷 最高的留下來 然後最重的留下來 有沒有用回圈裡面的邏輯判斷 有沒有前面寫滿多一副 哪一個最高幫我留下來 然後順便幫我把那個誰的名字記下來 OK 這是方法一 方法二的話也許你就把它當串列 串列裡面有一個 它有一個函數叫max 有沒有最大的 的身高 所以我max裡面的話呢可以找到什麼 找到身高最高那個 但是比較麻煩就是 那最高身高的那個人的名字叫什麼 你也許知道1715 但是是誰 怎麼辦 我兩種方法都會講 OK 那這部分的話我們先講第一個方法 可能是比較 直覺的 就是說 如果 最高的那個留下來 所以我剛剛寫完這地方 可以再把它加兩個變數 最高的 順便補充一下 像這邊有兩行 以後如果你有很多個串列 就像issail裡面很多欄 以後你可能會有很多個串列 那當然 很多個串列會 你會發現這邊感覺佔兩行 其實它應該一行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變兩行的話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 H豆點 然後呢這邊的話加一個W W搬到上面去 然後等於的話 記得喔 如果兩個的話你也要做兩個 這樣子 OK就完成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把它寫在一起 就是 H是有一個 我建一個空的H的串列 然後再建一個W的空的串列 然後你如果還要一個 就是在豆點一個 豆點一個 一直往下就對了 這樣的話呢 可以節省很多的那個程式 的那個 唐數啦 OK 不過其實你當然你不這樣做 也不影響 只是說那個 感官上面的差異而已 OK 另外第二個 如果我要找出誰最高 那我可以在這邊增加一個 變數叫max H 等於0 預設值 啊一樣當然有一個max 那個w好了 就體重 你想說 如果如法砲字的話 是不是max w 等於什麼呢 豆點0 其實 差一個x OK 那這邊其實 其實如果變數 其實 不用這樣子 如果一般變數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是一般 串列是上面的方法 如果一般變數是可以這樣子 等於 這邊就可以 也就是前面 都是變數名稱 後面呢 後面呢 直接賦予給他一個0 就可以了 這個指的就是如果你是文字啦 你是數字 都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串列 或者字典的話 那可能要用上面的方法 OK 這可能以後稍微有點差別 我們有一個max h max w 然後再來做 回圈裡面 回圈裡面做什麼呢 當我跑進來的時候 那我判斷一下 一幅什麼呢 如果 那個身高 哪個身高 就這個值 因為我放進去那個值 假如這個身高 那個身高 如果大於什麼 大於這個max 的話 那 max xh呢 他是0開始 所以呢 一定第一次一定會比較大 那怎麼辦呢 請你幫我把比較大的那個存起來 那怎麼存起來很簡單 把maxh 放前面 等於放 這個剛剛的這個東西 放後面 意思就是說 他幫我存到裡面去了 所以175就會先 先存進去了 OK 然後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身高可能就變成多少 175 然後再來就是 5155有沒有比較大 沒有 還是175 172有沒有比較大 沒有 那最後就是175 那可是問題來是誰 是誰的話 所以這邊的話 可以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是誰的名字 所以也許我們這邊 可以多一個變數 變數名稱叫什麼 叫 H name 反正這個名稱的話 自己取 H name H name H name 然後呢 另外一個是W name W name的話就是那個 最胖 最胖 最重 OK 最 最沉的 OK 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是誰的話 就是那個人是誰 把這個人的名字 放前面 不是零 應該是空的 名字嘛 所以是字串 所以這個是字串 然後是誰的話呢 他應該是放哪一個呢 不能轉型 他的位置應該是在 第 第 第個 切割嘛 對不對 切割完應該放第 這一數多少 零嘛 對 OK 因為 先姓名字第零 然後再一 再二 OK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邏輯就寫完了 總共三行 那你想說身高OK了 那體重呢 其實體重 聰明的人知道 應該長得都很像 打他一改就好了 所以這個身高做完 複製下來 然後改哪裡呢 應該是把這邊改 改成2 然後這邊改成 W 對不對 OK W就是 最重的那個幫我 最重的應該就是 第 第三欄 最編號是2 然後呢 就把這個幫我放 放到裡面去 放到哪了 放到W 放比較重的那個 然後名字的部分呢 這個不用改 這個要改 改前面的變數 W 最重的那個是誰 好 邏輯判斷 就寫完了 雖然寫兩個啦 不過 這個跟這個只是 我把它稍微做修改而已 就是 這個是第2欄 改成第3欄 變數呢 把它改一下 那這邊一樣 在顛倒 改一下 最後這個改個變數 其他都一樣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所以它 BVB1 誰最大 是誰 有了 OK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再把什麼 把它要的結果 print了出來 它要的那個結果 就是 長得像 打一個 先打一個printer 一樣嘛 printer 然後呢 我們用formas來做 雙引號 然後切到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的那個式體在這裡 它要我們做出什麼 最高的4 空一格 然後 Band Wish 這個是 Cm 乾脆把這一串全部複製好了 Ctrl C 然後呢 我們就拿到 這邊做一個格式 怎麼做格式呢 因為這個是變數 所以呢 就是把它改成 大刮壺 然後這邊的話要取到小數點的第2位 所以這邊的話也是大刮壺 但是要是 冒號 點2f 然後後面的話一樣 點 formas formas 刮壺 然後就把哪一個呢 這個 H name 放到這邊來 然後 Daw點 再把那個最高的那個是 Max H 把它放進來 然後底下這一行 所以 很小心 這麼多隻眼睛看著我 好緊張 怎麼錯 好緊張 這個再拉一次 OK 這樣子 OK 好 又對了 所以有時候重拉一邊就好了 好 細節 這個當然 這個OK 底下都一樣 所以再一次 這個真的是 非常複雜 然後 但是要非常的小心 這個 其他一邊 其他一樣 這個改一下就可以 其他這邊把 Toss 把它改成 這個 Harris OK 然後就是 CM改 CM改 KG OK 大家這樣應該都知道啦 只是說這個要很細的 好 都應該改完了吧 W name Next OK 好 搞定 最後的話 就是 最關鍵的時刻 OK 其實有時候 這個run一下就知道了 那當然 這要非常細心 然後呢 如果OK的話呢 結果 我把它看一下 結果是不是 長這樣 比一下 OK Toss 一個空白 沒錯 一個一個空白 然後有沒有 175 Toss OK 這樣理論上 就沒有錯了 是 Ben 跟Cathy 相對 控一行 可是Tony 相對 控一行 你是 Ben 跟Cathy 中間就會 中間有 隔一行 Ben 跟Tony Cathy Cathy 你說這個後面沒有控一行 因為對啊 因為他原始資料 裡面沒有換行 他就是 這邊會一個Enter 這邊會一個Enter 因為這個他沒有多一個Enter 所以這邊不會空白 OK 所以 如果你有空白 表示你可能自己多按一個Enter 原始資料裡面沒有 OK 好 大概是這樣 我把重點再跟各位再講一下 我大概改了哪些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是 就是一定要只能理解 這個可能就不是用死背 這個說真的你要背這個東西怎麼背 OK 首先第一個當然我就多增加了 四個變數 包含就是 誰最 重的體重 誰最 誰最高 誰最胖 然後是誰 對不對 那我們就用比較的 所以一副 是誰 把這個拿過來 如果大於他 幫我存起來 然後把他的名字也存起來 所以這兩個最後都是 最高的根是誰 然後最胖的是誰 OK 然後就把他輸出 大概就OK了 總共Total就是20行 這層次真的 是還蠻複雜的 基本上就是這個邏輯 邏輯就是 邏輯判斷 放在這裡 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呢 還有更簡單的寫法 可以讓這六行全部消失 這六行馬上消失 馬上消失的話 如果這六行如果不出現的話呢 那應該就感覺就會清爽許多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我也許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可以用一個函數 就是叫index 去查 哪一個人的身高最高 然後最高 最高的就是用max 去找那個串列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如果 當然如果 不過第2種方法 可能 各位可以自己參照一下 我是覺得 並不困難 但是就是要 多熟悉這個index的函數 比方 給你 多熟悉這個index的函數